大家好,我是素凱琳,Elena,繪麗萊 是香港第一位到日本發展AV事業的旅遊 亦是Faleno的專屬旅遊 我是香港出生的Elena 我是沒有真正看過自己的作品 因為我是比較害羞 而且始終是難為情 因為不要說AV 就算是其他拍YouTube或電影 我都沒有看過自己拍攝出來的效果 當初我很緊張 亦都沒有想過這麼大迴響 因為始終覺得 就算做任何一個事業都好 不可能一來就成功 所以都很意外 因為希望突破自己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之前有個男朋友跟我說過 我真的發現我真的很喜歡做愛 那我覺得 我既然這麼喜歡 不如把它變成一種事業 每一份工作都會令你有不開心的位置 但是這份工作 我覺得是會滿足感大於不開心 我覺得就好像普通拍電影一樣 不會讓你選對 例如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無論對方是甚麼人 都要做好自己 因為就好像拍戲一樣 還有 只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 他不會多角度要你重複做同一個動作 說同一句對白 因為他一鏡到底這樣去做 真理就是希望不要離M 還是離M可能會影響到工作 另外就是要始終是同一個陌生的人去做愛 不是那麼容易 平時一定是跟男朋友 跟男朋友 就算一起了一段時間 都未必立即做 你覺得最難的那個心理關口是甚麼呢 是家人 始終是家人 因為就算日本那麼多人 發現自己的子女去拍AV都不接受 更何況香港只有我唯一一個 但直到現在好像你都沒有聯絡家人 是我覺得這樣是好 因為大家都未是時候 甚至其實我不會奢望他們去體諒我 因為我覺得老實說 就算我將來子女這樣做 我都未必一時三刻可以理解他 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為甚麼又不找他們呢 因為可能關我個人性格事 我個人都比較喜歡逃避 而且覺得現在的聯絡 就是不時候 對方要接受 接受不到 我會用我的愛去 即是就算他們不能接受 我始終都是他女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會做回我女的本分 即是照顧他們 好 即是他們無法接受 如果他們說不想你走這條路 已經走了 沒得不想 其實我覺得暫時真的沒有話想說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就算我現在對著鏡頭這樣說 但一面對他們的時候 又未必能說出那番話 我覺得用言語去說服一個人是很難 不如用行動 就算我走這條路也好 我始終其實那個人都沒有變 亦都是他們的女兒 亦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照顧他們 所以 用時間去沖淡 我覺得是 如果說不為錢就騙你 即有哪份工作是不為錢的 他的酬勞未必是非常之高 如果我真的只是為錢的話 我一定不是走這條路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每一份工作 你一定是為錢才去做 就算你多熱愛一份工作也好 如果他沒有薪金 試問你又會不會去做呢 我覺得不會 我不會將他擺第一 我會將他 有當然好 是額外的 bonus 如果我拍拖的時候 我會每天都想 對著男朋友 因為我覺得 很開心 是會增進感情 不會太多 一天做 四、五次 因為做得太多其實都未必是好 其實我覺得 我以往的愛情都是不健康 因為可能跟我本身 缺乏安全感 亦都不相信別人 始終我覺得 人們一定要經歷一些 不健康的愛情才會成長 早些經歷 好過遲些輸不起的時候去經歷 我就可以回答你 我最深刻的 或者最愛的是兩個男朋友 其他那些都 哎呀 雖然是真的有認真過 亦都有沉船過 但是分了手之後 我就覺得我會放得低 老實說 那時候我這麼小 始終都未知道自己的定向 而且加入這個公司 是真的機緣巧合之下 怎麼接觸是一個朋友 介紹我去Casting 然後剛巧中了 所以就是這樣 是啊 那時候是未知道自己放去 那時候的性格是比較麻煩的 可能會放飛機 也會遲到 但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人生經歷 我有被人罵過 但是那時候依然都會這樣做 但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真的去改變自己 所以都很感謝舊公司 但我覺得現在社會風氣 有點不同了 大家接受程度也有點不同 因為例如之前 可能有個女生跟我說 就是IG那些 他說買一隻碟給老公 我覺得是很難得 或者買一隻碟給男朋友 我自己都未做到 我覺得真的 竟然有很多香港的女生做到 我覺得是很厲害 有個說送給上司 做那個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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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放棄 去拍AV 我會放棄 去拍AV shot 打��세요 片子 其實 不論 nut 講 打扁 ,